另外,不少香港人都在聖誕期間外遊或內地旅遊等等 不過早前有些報道提到 香港和日本之間有所謂旅客的逆差 可能香港人去日本的量比日本人高來香港旅遊 怎樣看這個情況?是否反映香港吸引外地遊客方面有甚麼困難在困境當中? 好,我自己這樣看 適合這麼巧,我十日前去東京 有些公關加起來和家人去旅行 我在裡面的旅程中這麼合校 我又見過兩間日本旅行社的朋友 大家有說到,有人知道我比較熟悉接待入境 大家都有談過日本人到香港的狀況 我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日本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日本整體的經濟不單止不太好 其實是一般的了 所以日本人特別是在疫情過後 疫情過三年 他們都習慣了國內遊 這個情況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台灣地區也有這樣的情況 在內地就更加多 今年過去三十多億人次在國內遊 日本也有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其實港幣實在很強 單單你買一張機票來香港 我想現在可能台會機票 我講的是聖誕旺季 可能有機會去到八千多元 這個可能已經是一個普通 日本的普通員工半個月那個人工了 實在日本人來香港的旅遊 他在經濟的考慮是非常之多 而且整體的他們經濟不好 導致他們整體不單止去香港 去其他地方出門的次數都大幅減少 這個就不是反映香港本身 自己一些旅遊景點的吸引力 吸引一些外地遊客的問題 可能主要是日本自己本身的經濟情況 可否輻射到其他 去吸引其他外國遊客來香港的情況 都能看到 還是這件事都很獨立地看呢 我想這件事是很獨立的 是日本的市場狀況 例如泰國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其實來香港玩的水平 有些好像在泰國已經恢復到以前的水平 東南亞其他市場都七七八八十 唯獨是日本這個市場 因為它的經濟狀況 所以暫時還未恢復到 另外說一下酒店預定的情況 聖誕期間那裡怎樣 酒店的預定 我相信整體都有八九成 因為整體內地旅客 其實我們主要的旅客數目 都是內地居民 內地來香港的狀況是維持穩定的 好像昨天 也有十六萬人次 是內地居民赴港的 這個其實對於整體的卡 在昨天已經是聖誕節 那個數字都是比平時略高了一些 我想特別去年尾的時候 例如徐席 我們有煙火會宴 有晚會 有倒數 例如維港兩岸的酒店 我們自己預約也好 去看煙花也好 又或者其實可能是內地居民 或者愛國朋友 來香港 看我們的徐城晚會 看我們的煙花晚會 都會預約維港兩岸的酒店 那個預定我相信是非常理想的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